好春节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天零是怎么度过的呢 许多民众我其实已经不想到观光景点去人挤人了 反而选择是宅在电影院或者是咖啡厅 结果这波收价商机也让业者们增加人力来备战 业绩也因此多出三倍 悠哉享受下午茶春节最后假期 许多民众选择宅在室内 想避开个观光景点人山人海 那如意算盘没想到咖啡厅也爆满 如果没定位恐怕得跟你说sorry sorry了 那刘先生必要是229号 为主提前整理好都会电话通知您哦 最后排到200多号咖啡厅业者乐得抢收心商机 越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多人会来就是北部的地方 是人员的配置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假日的配置来做 所以就是完全是全力备战的状况下 因为其实最近6日啊 人潮都开始慢慢的回来北部 平常我们的人员配置可能大概落在10到12个人左右 那可能因为在假日的部分 可能会多个多再多3到5个人 看准收下前民众玩累了 想好好坐下来轻松聊天 业者增加人力 一间店将近20位服务员 店内坐无虚席 门外还有人在等 也是大排长龙的 还有这里 光买票业的等等等 春节期间票房冠军是大尾楼麻 西游跟悲惨世界紧追在后 今年的春节也算蛮热的 那有的户外又人起人 那西游内看电影消遣 那又人就可以吹 大概成长到两倍到三倍左右 周边卖小吃摊贩业绩 跟着上涨三成 收价前这波特殊宅商机 让业者们再竞争一比 专层支持华全漫威台北采访报道